今年27岁的焦绍华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 因酷爱打篮球和球鞋文化 两年前在郑州大学城附近 开了一家鞋狗驿站修鞋创业 如今累计修复球鞋5000余双 月收入2万多元 7月4号下午 记者在焦绍华数十平方米的店内看到 修鞋配件和修鞋网络直播台有序分布 他和学徒正在一丝不苟地 对球鞋进行换底和改色 我们这边性价比还可以吧 像换一双鞋底的话就是一两百块钱 你要买一双新的 你起码来一千块 一两千了 修了有五千多双吧 然后平均每个月两百多双 我的这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学校 这附近线下就是有六所高校 线上的话就是通过一些短视频的平台 所以现在接的线上单子也挺多 收入来说 修付的话能收入两万多块钱 焦绍华介绍他从小喜爱篮球 大学时加入校篮球队 对每款球鞋的结构配置都比较了解 外加从小也喜欢动手 所以从事了球鞋洗户行业 当时刚毕业也没钱嘛 我就找了一个不要钱免费给人家打工的地方 然后天天给人家擦皮鞋洗鞋 但是我感觉就是学不到东西 后期的话我就去了辽宁 学习一些维修器店的项目 然后又去沈阳那边去拜访了好多修鞋的师傅 他所修的球鞋几乎都有一段动人故事 破旧的鞋子虽然是旧了 但是它有一定的意义 它背后 就比如说我打哪一场比赛得了冠军 这双球鞋虽然很破旧 但是我就想留着纪念它 所以说想修复一下 把它收藏起来 还有的是自己的父亲送的 还有女朋友送的 这些背后都有一定意义的 我们修复的不是球鞋 是一段故事 如今 焦绍华凭着过硬的修鞋技术 吸引学徒慕名前来 未来 他希望走专业路线 寻求短视频团队 立足线上 线下寻求合伙人 做直营店 为更多球鞋爱好者提供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